典禮开始 迈入第四年的台湾科学节 在海科馆热闹展开 开幕典禮现场贵宾云集 以预见科学 预见永续新生活为主题 规划为期九天的科普盛会 在科学节期间的两个周末假日 海洋剧场前广场 是由主题市集及许多闯关体验摊位 做的是跳跳章鱼 然后它是利用就是偏心的原理 所以要在下面呢 有一个就是圆盘 那如果小朋友他们回去做实验的时候 还可以就是抽换它的 在上面加不同的 那它是不规则的形状 那它的就是抖动就会更明显 让章鱼动起来的原理是离心力 而这浮沉子可以亲手感受压力 了解阿基米的原理与帕斯卡原理 当你压它的时候它就会动了 这是浮沉子 那因为透过压力 让这个东西 它里面的密度也会改变 然后它就会沉下去 还有结合AI科技的体验 让大小朋友亲手玩科学 还可以挤满20个章 就可以兑换限量好理 可以练手眼协调 然后还可以用科技 就是知道自己的能力 即日起到11月12号 欢迎大家来海科馆参与科学盛会 一起遇见科学 一起遇见永续新生活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